Omicron变异株的扩散能力到底有多强呢 南非也公布了最新的监测结果 10月份Delta病例还占了总确诊者的79% 没有想到才隔短短一个月 就像是医疗应变组的副组长罗一军形容的 真的是猪羊变色 Omicron的病患已经占了所有病例的74%了 在南非迅速的成为了主流猪 而目前全球累计至少有27个国家 总共370个案例 进一步的分析Omicron变异株的基因特征 会有两个特性 包括了它的病毒量会比感染Delta还要来的低 也不会影响到抗原快筛的准确度 但是外界很担心 Omicron的确诊者有没有可能会变成超级传播者呢 陈时中强调以现有的资料还没有办法做判断 而至于下一波重点高风险国家 会有哪些 陈时中也说难以预测 Omicron变异株扩散的能力有多惊人 指挥中心揭开南非公布的最新检测结果 原本10月份Delta确诊者占了79% 没有验出任何Omicron的个案 但隔了短短一个月 11月8号最早验到Omicron阳性个案后 Omicron的确诊者就占了所有病例的74% 已经在南非成为主流猪 截至12月1号全球累计至少27国共370个案例都染上Omicron变异株 大多来自南非 奈吉利亚等国或是有非洲国家旅游史的人 也有以色列和日本报告指出 来自英国和秘鲁的个案都有飞行或聚会的接触史 感染源还要在调查 不过根据欧盟统计 境内59例病例都还没出现重症或死亡个案 进一步分析Omicron变异株的基因特征 会发现两个特性 一个是不具有G671S突变 代表病毒量会比感染Delta还要低 另外它的N蛋白基因也不但有影响抗原快篩的突变 因此抗原快篩检测还是有一定的准确度存在 但外界还是担忧Omicron传播力惊人 确诊者是否会成为超级传播者 只有现有的资料跟大家做报告 那太多的这样的现在要来评判预测 恐怕都还嫌太早 相对于Delta病毒来讲 它的传播速度确实是比较快 国内专家分析以南非疫情来看 Beta变异株要花100天 确诊者才会占全部感染者的五成 换成Delta病毒大约50天 再看看Omicron病毒 更只要短短12天 下一波重点高风险国家会有哪些入列 指挥中心表示难以预测 目前以匡列欧洲为主 会再试疫情状况做后续调整 记者组合报道